DUGA 紅賤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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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主持人摳摳 我是主持人摳摳 摳摳 你夠不夠瘋狂 瘋狂 有很瘋狂嗎 沒有 多瘋狂 台灣EDIVULT7元老 節奏不對 我問你瘋瘋狂 你一直給我講標題 他切了 瘋了瘋了 瘋了瘋了 哇這太厲害了啦 台灣ETF七元老 對 私人來計較最好的 不是0050 姓是他 誰啊 台灣ETF哪個七個元老 對啊 哪個七個元老 我們真的不知道 什麼七龍珠 什麼七一定要七龍珠呢 七什麼 七仙女 七小福 七什麼 不知道 七金主家 七某 七某 七某是什麼 七某 那個好像一個電影嘛 好像是電影 那個以前那個電影 如果沒記錯的話 是我長輩說的 現在那個關紀威嘛 那個奧斯卡那個配角 以前就從那 從那邊出來的 如果沒記錯的話 好 不重要 他們沒有人聽得懂 完全對不對 對不對 40年前的電影你有聽過嗎 沒有 好 多元宇宙的那個 對 那個男配角 好不重要 來 十五年績笑最好的 沒關係 如果你們覺得那段可以卡 可以卡 沒關係可以剪可以剪 我們來看下一個 三個分析師來 好 歡迎何姬鼎分析師 老師好 不好意思 我今天也聽到一個 很瘋狂的事情 就是我以前有一個 粉絲在問我 他說 老師啊 有一個 同事 他說他股有設在集資買聯發科 所以因為他們集資啊 只要400多塊就可以買到 現在聯發科是780塊 我告訴大家 這都是詐騙啊 股票不能私相授受 要通過交易所買賣 那才是合法的 我告訴你把錢都押下去 你想賺那個三成四成 最後 0成啊 什麼都不剩啊 你全部匯過去 你有多少匯多少 匯過去有多少都不見 那都是詐騙的 股票一定要在交易所上買賣才是真的 嗯 這個聽起來不合邏輯啊 400多塊 然後股友社集資買 什麼 他是有點像是說 好像 我買一批蛋 這裡有一批便宜的蛋 哪有 我們一起集資買這批蛋就會很便宜 有點像買貨 團購 團購的概念 但是我告訴大家 股票不是可以團購的東西 這腦袋這樣有一點點小小問題 對 因為你自己可以買零股 爬帶爬帶 不是他說便宜 因為聯發科現在700多塊 哦 780 他們集資買只要480 哦 我懂就要演唱會一樣啦 演唱會門票不好意思 我這個Blackpink的演唱會 8800我只要賣你 6800就好 你買不買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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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這樣的概念 我只是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很瘋狂的事情 大家不要相信這個 這都是詐騙 天下有沒有白癡的無常 要藉著這句話 不然你就白 活了 對白活了好不好 老師 好 昆真老師來 第二位帥哥 帥氣的昆真老師 老師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這個ETF的主題 我也是蠻好奇的啦 因為我沒有特別去研究 那如果說直覺去猜的話 我會覺得 可能會是跟5G相關的ETF 會是15年來 績效最好的 欸老師 我偷看喔 不錯喔 追不中意不遠矣喔 他笑的時候很腼腆 有些人就喜歡他這種型 有些人就喜歡他這種型 有些人就喜歡基鼎這種壞壞的 對啊 基鼎壞壞的 我告訴大家啦 蔚南十五年是AI啦 好 表演 照歌上身 好 這個是昆真老師的Line 來看一下 小老鼠We178 我們一起發啦 一起發 基睿老師小老鼠怎麼樣 一起發發 一起發發 好不好 第三位是我們今天 主張者 沒錯 陳維泰老師 維泰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元老的題目就交給元老了 對對對 對對對 不知道該接什麼 對 看完今天這一集之後 原來才發現 哇原來我們過去買ETF 都買錯了 買錯了 謝謝維泰老師 告訴我們這個主題 來 請上位 好不好 好 因為你要說看完這個我才知道 原來我已經變元老了 對 老師在股票行業多久了 超過20年 20年不看到 你看保持得多好 那個SKII青春路 每天都不用擦的 用喝的 用喝的 老師ETF哪七個元老 老師你好 好來我們來看 直接看第一張 對 先慢慢看ETF的黃金時代 對 說真的現在的ETF 我幾乎可以說是這個全民運動 以前講ETF 你都很多人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早期還不知道 某些人的ETF都有點閱率 對 老師你看 來 最早發行的ETF就是 元大台灣50 也就在他常商口中所說的 0050 OK 他是在2003年6月份成立 我跟你講 真的很不公平 你看取這個名字 一開始先佔盡天使第一人和 你看0050好聽又好記 對 就像我後面有些人說 0050比較貴啊 可能手機率比較貴啊 可是一聽就 我要買0050 誰都知道好下單 對 老師你繼續說 對 他是2003年6月份成立呢 換句話說 再過三個月 0050就要過生日囉 就要過20歲生日 好 那截至今年2月底呢 台灣的ETF總數量 也是出現大幅度成長 已經成長來到228檔的一個ETF OK 那除了這個檔數有大幅度的增加之外 ETF的規模也從當時2003年的400億的規模 一口氣一直漲到去年底的7900億 成長幅度達到18.75倍 不是percent 是18.75倍 是18.75倍 percent的話是1800percent 對好可怕 那除了這個成長幅度這麼大之外呢 那些受益人數也是持續在網上去做一個增加 那麼到去年10月份就已經超過500萬人的大關 換句話說 全台灣大概有5個人就可以就有一個人去投資ETF 包括我自己我也投資ETF 4個人就有一個人投了啊 而且老師你這個不公平啊 不只5個人 所以那個2位成人 就3位成人就有一個人投資ETF 因為你是小孩子不能買啊 爸爸媽媽幫他開悟才行啊 是不是 對 而且台灣也沒到2500萬的人 所以很誇張啊 這兩三個成人就有人 就大家都買ETF了 是的 是的 好誇張的數字啊 是500萬人買ETF 老師你繼續看下去 ETF的規模 數量啊 這個就是用 剛剛只看數字 可能感受不出來他的一個成長的幅度 這邊爆發信啊 2017年啊 2017年 有啦我印象中2017年我講ETF的時候 沒有什麼理我啊 最近講ETF 你那麼早講ETF了 我們早啊 哇 你也是元老啊 我也是元老啊 真的元老 200幾年就買ETF了 2007年就買ETF了 哇 元老元老 真的啊 我覺得2017年後 後來買ETF 還有就是 就是覺得 欸我跟人家爆 爆這ETF要檔好多 人家都不理我 嗯 不如我做財經業比較實在啊 是 是不是 都不理我 對啊 所以我 這個ETF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好的東西啊 因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的想法啦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簡單 就是 其實股票它狀況其實是 穩定向上的 像大家都知道 狀況其實穩定向上 啊其他的風險就是下市風險 是 啊其實ETF它不會有什麼下市風險 對啊 門檻比較高啦 啊 門檻比較高啦 啊 門檻比較高 如果說它的那個 我講是指數型的 指數型啦 如果說是低於1億 然後再來就是維持一個月以上 對 可能就會被金管會就是熱令要下市 老師你講的是一般的嘛 你講的是比較冷門 我想是指數型的ETF 如果是那種 就是我想是台灣有時這個ETF 它是沒有 基本上不太可能下市嘛 我就趨近引領 比較難 那那時候 而且又經過亞新的那個事件 那時候中型100 來更加確定 是 那時候206 207 那個亞新那個剛好 剛好那個倒掉了 剛剛倒掉 中型100 奇怪倒掉了 我發現我以前真的看了ETF 它根本就沒倒 對啊 而且績效也沒受影響 我覺得這點是最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買ETF 基本上很 很難去碰到所謂的地雷股 就碰到也沒關係 它就把你踢掉吧 對啊 對啊 非常非常難 好不好 沒有這扯遠的 不知道是不是講到自己的故事 我也是元老級 我是往下看 好看下一張 元大台灣50 對這個 剛剛的哲哲問說 到底是哪七檔元老呢 第一個就是0050 元大台灣50 再來是0051 元大中型100 再來是0052 富邦科技 再來是0053 元大電子 0055元大MSCI金融 0056 大家很熟悉的 元大高股型 還有0057的富邦摩台 老師我講個小故事 是 我幫你補充 其實不是元大很會發 你去看元大以前是寶來很會發 寶來 對以前是寶來 以前是寶來 他的新進步 對 他的新進步非常強 以前好像跟中間大學團合作 研發這些指數型的基金 對 好不好 這後來寶來併到元大去了 對 元大又龍頭 自己可能又發一些 可不可以就差那麼多 這七大元老 2467 從2013年到2008 你看2017年是如雨後春晨班 直接一直發行 這些元老 說實話都載有一席之地 元老是規模27738億 對 0050他的ETF規模是2738億 我有沒有看錯 我0051也是不錯的東西 結果只有8億而已 那個小編製作人沒有錯 沒有錯 8億耶 這市場上面還是很吃知名度這件事情 真的知名度蠻重要的 然後再來 第二個規模比較大的 就是剛剛所說的0056 他也有1943億的一個size 你看高股息聽起來多好聽 對高股息聽起來很大 對高股息聽起來很大 對 對 沒錯 富邦波台 那其他的其實像富邦波台 富邦波台 感覺好像期貨一樣 所以不做了 1億而已 對 所以這些基本上就是看得出來 就是有點 連ETF都有類似所謂的大者 很大別的味道 然後我們吃什麼東西再來跟著吃 是 跟風 我們已經變一個趨勢了 好扯扯的才自捧自己 我現在不知道規模差不多 老師 好 不過其實規模雖然有差 但是其他前三大持股 其實卻差不多 原大台灣50 第一大持股 台積電鴻海聯發科 基本上是標準配備 幾乎每一個有 只要是牽扯到電子相關的ETF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是中型100 第二個中型100 是 我剛才不小心NG 為什麼NG這個地方 我要跟你講說 老師中型100不是也有前50大嗎 好像沒有 它是分開來的 就是中型100 它是50大之後的那100大 我懂的意思 它不是中型100 它是第51名到100名 對對對 第51名到100名 沒錯吧對不對 是 中型100是第一名到第51名 我講的是市值 這也是50大 對不對 但是你看他們這些 他們這些的持股 剛剛提到的 台積電鴻海跟聯發科 基本上都是標準配備 就標準配備 中型100就是把前50大可以提掉 所以絕對沒有台積電 這第三個是什麼 老師我們看一下 第三個就是富邦科技 所以只要有跟科技相關的 電子相關的 基本上它就真的有三檔 OK好 這個比較好 金融股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這原金融啊 原材MSCI金融 富邦金 中信金跟招募金 不一定 我跟你講不能這樣講 過去從前年開始 從前年基本上呢 之前的金融股算是 很多存股主的最愛 當時是這個所謂的一個 最熱門的大紅炸子機 每個人都存玉山金啊 對對對 可是從今年開始 金融股反而成為票房毒藥 可是我可以講八卦喔 ETF股東受益人數變多 很多人去買嘛對不對 對很多人去買 我就這禮拜有剛做資料 所以票房毒藥是 績效的票房毒藥 可是大家有可能越跌越買 我剛好今天早上 有去跟一家投信開會 他們的house view 就是接下來他們認為 他們認為在今年 會有很多的ETF 他們在調整持股的時候 如果過去金融股的比重過高的 他們會因為某些機制的關係 會把金融股去做一個 就是這個堅持 00878就比重比較重 大概這樣26% 好 原大MSCI金融 如果你是逆向思考人 我覺得說不定啦 你敢拚嘛 現在的時候就買金融股 因為它有個好處啦 就像我講的 隨便一檔 就算是瑞士信貸 或SVB要倒閉了 也沒關係 你壓金融股 你就壓它 明年開始是不是要降息了 是不是債券它的損失沒那麼多了 那是不是債券的損失 債券的利益 是不是大於這些 譬如說價差 利差 那就有機會 你就壓MSCI的一個金融股 對 主題式的ETF 基本上它的成分股要大幅度 變動的機率比較小 但是這種所謂的高股息 或者其他這種所謂永續相關的 可能因為它某些條件 比如說金融股 它的配息的狀況就是 不如去年跟前年 所以它就會在某些環節篩選上 就會被篩除掉 所以就有很多ETF 它的手中的這個金融股 就會被賣出來 對 好 喜歡金融股了 覺得就買這個ETF 你怕你的金融股倒了 買原大MSCI金融股 對 好 跟我看情況 憲哥 好 看下一張 好 那我們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到底ETF 是不是傻傻買的就好了 還是要我們要看不同的一個時機點 去做不同的ETF的一個調整 跟搭配 是 原來台灣50我看起來績效很好 結果還輸一家 你看 富邦科技 歷經多次金融海嘯的ETF的一個比較 OK 如果說從2008年以來 最近這近15年的一個漲幅來看 可以發現到 真正漲的最多的是富邦科技 因為這些都是2007年 2007年開始成立的嗎 之前成立的 對 富邦科技它的漲幅是最大的 總共來漲幅是328.9% 你放100萬現在變428萬 對 但是如果說你去這個0050你看的話 它大概只有203.3%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漲幅 OK 那其他的我們看一下 大家很喜歡的0056的部分 哇 尷尬了 0056它雖然說有117.5%的漲幅 可是它卻是這個所謂的一個調車尾 是有把股力算進去嗎 對 那真的漲不多 對 所以其實看到在當時就是 金融海嘯吃後 這些反彈幅度比較高 比較會漲的 反而是富邦科技 好我們再看第二個欄位 那如果從2018年以來開始算 就是最近這5年 去比較看看的話 也發現什麼 最近這5年以來 這個漲幅比較好的 也是什麼 也是富邦科技 因為它總共漲了136.9% 那漲了比較少的是什麼 是元大的高股息 它總共漲了是53.2% OK 好 那再來就是 從2020年以來的一個數字 最近三年的 那漲了比較好的 換人做了 中型100起來了 中型100起來了 那其次呢 還是所謂的富邦科技 那表現最差的 還是屬於元大的高股息的部分 所以那個股息到底誰在買啊 很多人在買耶 不要聽喔 怎樣 很多人在買耶 沒有啦 我要問問題 Cue我 聽你這樣講 你Cue啊 來 好 老師052過去都是績笑 這個位置寶座做得穩嗎 好 其實為什麼 它已經累積15年 怎麼做不穩 對啊 應該是蠻穩的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台灣 台北股市它的一個這個結構 是以這個電子股科技股為主 而且呢 甚至我們的這個科技股啊 在全球還佔有 我們科技股特別強啊 對還佔有一席之地啊 對啊 對不對 台積電日月光聯發科 或者是鴻海 哪一個不是各個業界的翹楚 那個美國 那個這個到底中國要打台灣 美國要不要救 都取決於電子業 電子業不夠強 他還不想救你 我跟你講啊對不對 對 還有人說什麼 那個台積電對不對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啊 那個美國要把那個台積電的工程師 全部送過去啊 對啊 所以台灣電子業到底強不強 當然強啊 對 相對於報酬也不錯啊 績效也不錯嘛 所以從這張表格就可以知道 原來其實有些ETF 我們真的是忽略它了 是 包括像雲大中型100 或是富方科技的部分 真的我不知道 像我剛才也不知道啊 比如說51到100 是的 太久沒碰了 所以我們都一直要精益求精啊 好不好 來老師我們往下看一個 來 好我們來看下一張 哪一些的一個股災發生 只有ETF最抗跌呢 過去我們都一直以為是高股CTF 但是如果說從數字來看 是原大台灣50050 他在2008年 不論是2008年的最大跌幅 從9309點跌到395點 對 或從2015年的金融海嘯 應該是10014跌到 跌到 8203點 哇你腦袋真好 記憶力真好 8203點 好跌到8203點 沒錯吧對不對 8203點 這幾次的金融海 跌到8124號的8203點 嗯 好 好 而且我還沒有RAID 真的厲害 這真的厲害 真的沒有RAID 前提是要數字有沒有答對 好 你繼續說我查一下 沒關係啊 有沒有答對我們都不知道 7203點我猜到 想到7203點 8124號7203點 是不是 知道了對不對 對你看7203點 哇鼓掌鼓掌 謝謝你 好這不是重點啊 1014 跌到7203點 對 這個跌幅跌那麼多嘛 對 跟這個跌幅從9309點到395點 這些 這幾次的一個金融海嘯 最抗跌都是台灣50 最抗跌都是所謂台灣50 是 都是所謂台灣50 所以以後呢 如果看到這種所謂的一個行情 有出現這種下跌跟修飾的時候 其實啊 手中握有0050的投資朋友 你就不要太擔心了 因為他按照過去的經驗 他就最抗跌了 冰原大高股息還好啦 對啊 他這邊從 0056 0056來看一下 0056 原大高股息 也不差啦 也是沒有差很多 相較於其他的 我們拉圓點好不好 不然這不能比較 57跟56 差不了多少 打勾一下 這兩個基本上在這個 這個 22跟56 他們比較不需要擔心 可是去年啦 他買太多那個 景氣巡王股啦 友達啦 長榮陽明啦 列入啦 他們今年就改了標準啦 希望改了標準以後 以後比較好啦 檔數也變多嘛 從30檔變成50檔 是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看下一張 所以ETF也會進化喔 會 再來歷年股摘比比 這是另外一個 就是從2008年 進入海嘯之後的 這個所謂的跌幅 跌完之後的上漲 對 跌完之後上漲 誰最厲害 元大中型100 他在半年之後的一個漲幅 是96.9% 所以記起來 兩年之後的漲幅是156.4% 最低點以後 要漲起來的時候 你要買中小型個股 如果要抄底的 就是要抄什麼 元大中型100 抄底對沒錯 抄底 抄底 抄底喔 看跌的就是元大台灣50 抄底的 比如說你看跌以後 受不了啦 受不了我要加碼 對 不要加碼這個 加碼元大中型100 對 或者是像第二名元大電子 或者是富邦科技 這些都是非常適合 就是抄底的ETF 最放最久的月可以賺的 就是放久了 中長期績效300多% 15年來30多% 是 買了就閉著眼睛 就是大電子 反而不是0050 這以前的過去績效 對 過去績效不知道是 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的獲利保證 可是我們告訴你 回測 15年夠了啦 來看一下 好看下一張 好這個是2015年中國股災之後的一個上漲 一樣 在半年後的漲幅 富邦科技也是一樣 它是漲幅23.7% 也是這個所謂7檔ETF元老 它的漲幅是最多的 那兩年後的漲幅是高達75% 那麼也贏了元大這個所謂的一個元大電子 一個是2080年股災 一個2015年股災 對 每個股災超底的 所以剛才是元大中型嗎 對 超底的反而富邦科技比較好 對 沒錯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一年的股災從18600 跌到12629 元大中型又贏了 對 又是元大中型 超底就這兩個就對了 超底就是元大中型100跟富邦科技 這麼簡單 0051跟0052 記起來 那抗跌就是什麼 0050 謝老師你告訴我們這麼專業的東西 來我們看 所以結論呢 結論就是 根據統計啊 歷年股災之後啊 漲勢最強的就是0051元大中型100 超底的就是兩個 超底的優先兩個選擇 那如果說長期接下來看 0052 富邦科技 還有這個表現比較好 再來呢就是0050 這個基本上 他其實還沒有贏過這個 所謂的富邦科技 是 0056不要講了 總長期績效還蠻爛的 好不好 0052是第一名 所以台灣果然是科技島 對 抗跌的時候就要挑0056跟0050 那如果說要抄底 就0051跟0052 所以老師你講對了5G 只是那時候還沒有5G啦 對 那時候台灣才3G而已 所以老師 科技股是你對的想法 好不好 那你覺得 你覺得還可以買嗎 你自己不是買ETF嗎 你買什麼ETF 我自己是比較少買ETF 但我覺得說 如果說以這些的話 情分好友 也可以 情分好友 露自備的 露自備什麼意思 不是就是那個 那個 你不是喜歡買那個瑜伽庫嗎 那些嗎 好 那我覺得說這些ETF 像是0051 或是說富邦 0050 這些我都覺得是不錯的標的 那唯一最不推薦的 我覺得會是0056 本來0056 老師你不喜歡嗎 因為我覺得 股票市場 高股息喔 對 它本來就是在反映一個 未來的狀況 但是0056 它主要是看過去的 殖利率去做調整 對 所以它會比較失真一點 所以不一樣 聽到高股息就開心了 結果你看高股息比較開心 我們看一下那個總績效 一個300%啦 一個117% 老師差200%差很多耶 是啦 你一年 你賺15年賺一倍 你很開心啊 沒有比較 就沒有傷害 我懂 我真的知道為什麼高股息的 我會一直傻傻的 一直買 因為它會覺得我還是賺錢 我還賺錢啊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少賺200萬你知道嗎 你少賺兩倍 你頭1000萬少賺2000萬你知道嗎 是不是這樣說 這很高高股息為什麼這樣子 我覺得我都有賺錢 我都有賺錢對不對 是 你看這規模多大你自己看 來啦 這個富凡科技跟元大高股息 1943億 富凡科技61億 那這個錢多可以 應該一跟兩個顛倒才對啊 就是因為你們覺得 所以真的嗎 你們覺得少賺其實是多賠啊 從沒有這個觀念對不對 所以坤森老師你覺得 你不會買0056 對就是 其他的都推薦 但是最不推薦的就0056 好 謝謝坤森老師 今天老師你呢 我個人喜歡波動大一點的 我講過啦 原大政二 對 原大0050政二 我之前 他是L的 我從教書教到現在 其實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有分享過一個方法 就是KD20的時候 你就是分三筆資金 KD20給他買一次 再疊 KD20再買一次 真的都沒輸過耶 可能老師因為那個政二 那個時間比較短 也是蠻短的 就是回測不夠長 2014年 對 因為有要政二的是 回測時間沒有那麼長 那大家可以參考 如果你喜歡波動大的話 2014年來成立的 波動比較大的話 才有這種政二的 那政二如果你不覺得 一般的一定 沒錯吧2014年嘛對不對 波動不夠大 你賺的覺得 或者是你覺得那個漲幅 對你來講真的沒感覺 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00631L 他也是跟指數連動性超級高 00631L 00631L 對啊2014年嘛 我們這很可能 我們要做好多資料 你看都要記得 久了記得這些日期 跟點數 但是因為我們去跑那個 SMP那個政二的 是真的還不錯 可是有時候跌下去的時候 很恐怖 或是金融海嘯等級 跌下去很恐怖 可是抄底 我覺得政二還不錯 波動比較大一點 抄底的時候 欸長下去很恐怖啊 對啊 超有感覺啊 抄底的時候 比如說你已經 ETF 你我的想法 你的ETF 台灣50或00那個 元大高科技 已經被腰斬的時候 這個時候抄這個底不錯 好不好 這個我有做過這些統計 大家參考參考 然後是 其實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像我剛才想到 欸那個 元大中型100 我剛才想說 欸那個小編是不是寫錯了 欸怎麼那個什麼 華新占比最多 沒有它是中型100 是第51名到100名 所以每天要學好多資訊 對 抄底起來 抄底起來 1.57元老 我跟你講你再撐下去 你以後也變元老了 好不好 女生好像才會說 好像說老這個字 你不能接受 沒關係 你都比我年輕 都叫你妹妹了好不好 好好好 15年績效最好的不是0.150 居然是什麼 他 元大高科技 0052 0052 所以同學 記得好不好 所以你要記得 要訂閱這個基金 不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對 沒有業配啊 沒有業配 沒有業配 沒有什麼業配 按讚留言 如果業配 我說好說好 我還比較喜歡0050 比較好聽好記 沒有啦沒有什麼原因 那很簡單想法 可是高科技也不錯 所以要訂閱頻道 開啟鈴鐺 每週到時候晚間803線 135剪盤 241教學影片 最後兩句話 謝光寧瘋狂股市福利色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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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局大力多 這個很重要啊 拆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就是一台老師唱歌 然後歌神神 決心 買這套 教育之前要考慮自己 走 瘋狂股市福利色 你先告訴你 五家 二月營收 瘋狂股股 想先放 開始搶 打 哇 你的嘴巴 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他也會好 哈哈 哈哈 怎麼答覆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紀律 常不去是貿易中 喔 啊 能看多看空 瞬瞎球 都有我跟 在你左右 賣酒奔 賣酒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自信 瘋狂股市福利色 你先告訴你 這打動 對不對 最最高 殺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到時候換上八點上線 財富解蜒一切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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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